嗨 大家如果這麼冷 要做什麼好呢 就是浸溫泉 冤枉娛樂那幫人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哪裡都可以安排浸溫泉給我的 他們瘋瘋的 我跟你們 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就叫做湯圓溫泉 在這一間 他們有一個戶外的風呂 我現在就要去浸溫泉 但那隻河很冷 我不脫衣服的 感覺很冰火 我現在的手很暖 腳很冷 你們會叫阿正穿短褲走出來嗎 你們沒有東西 我現在不理得那麼多 平時很顧及形象 冷風一吹到我的腳 我不是學生妹 你們是香港人嗎 你們 是啊 這麼巧 很有緣分 這裡都遇到香港人 證明了江山這裡 如此多昏雲 這裡有風味 外面是一個很波濤洶湧的河流 冰冰冰 而且這裡就是一個溫泉 挺可愛的 既然一場未到 我先去浸一下 哇 太熱了 好舒服 我到現在都不敢脫掉這個外刀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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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塊 這塊 其實這裡 就不應該是浸腳 我自己選了一個 很有特色的風淚 就是在室內裡面去浸溫泉 我都想出來體驗一下這裡的溫泉 一二三就下去了 這是水來的 哈 日本是一個禮儀之都 所以你吃每樣東西 每一個地方 之前我通常會先了解那些人的禮儀 例如 如果你安身是禮儀 女生的話 原來是不可以精子地在浸 你一定要摘起這頭髮 而且你一定要沖了涼 你會發現你身上沒有泡 你就先可以這樣去浸這個溫泉 好了 我暫時好像只記得這兩個項目 然後我忘記了 好了 現在浸了差不多二十九分鐘 最後一個禮儀就是 當你浸完的時候 不用去洗澡 不過你也要過一過 然後就去吃今晚特別預備了的 松葉牌懷石料理 Hello 今天就來到這個 江山特別版的Chef Kenny的時間 今天也不單止只有我一個煮的 我今天還特地邀請到這個大廚 麥治先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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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最耍家的就是做這個 松葉蟹的懷石料理 第一步當然要做這個松葉蟹 可否示範一下怎樣開這個蟹 我懂得開大閘蟹 先把這個葉子 都有點像大閘蟹 所以我先把這個位置 蟹原來有十隻腳 有點於心不忍 因為我知道它是生的 都跟大閘蟹的技巧有點像 在那個關節位也切下去 這個東西要小心 這個要好刀法 這樣再切開它 原來這個就是那個刺身 好 好 那我現在又試一下 可以了 拿不到 這樣拿 哎呀 為什麼它刺得這麼薄 OK 我給你 好 哦 是 是 考慮不到 哦 這樣就行了 好 好 這個呢 切一刀 然後它反回去 OK 然後呢 就整條滑它出來 好難 這個有技巧啊 平時你要這樣準備一隻蟹 通常你要多久 一分鐘已經搞定了 剛才我只是批了一隻腳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止一分鐘 我看它繼續切完 哦 我很害怕 我現在切了它的手 哦 嗯 嗯 插刀下去 拖 啊 YES 丟下去 拖 啊 有那個聲 所以大家平時為什麼吃蟹那麼容易摸 因為其實呢 原來有些師傅呢 其實在後面就已經給了很多心機 吃每餐飯的時候有些好的感謝的Chef 我也是Chef 我也是Chef 真的嗎 我正在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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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完一個這麼舒服的溫泉之後呢 今晚呢 還來到這個八景酒店 其中一樣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淮石料理 我平時很喜歡吃壞石料理 因為呢它有很多東西吃 每樣東西呢 就小小粒的 它呢首先有這個前菜 這個前菜裡面呢 就是有一些啫喱包著 一些番薯 一些豆腐 還有銀行 還有海膽 我先嚐嚐這個 剛才是氣氈餐 吃銀行 銀行不是像食材料嗎 真的不是啊 你快點吃也會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以前呢 其實都不是以前 現在都是 經常拿下銀包 拿下鎖匙 拿下電話 那於是呢 就是我的經理人呢 就是買了一瓶這些補品給我吃 然後吃到一些銀行補 一個腦 哈哈 用有沒有用 當然有啦 好了 我暫時好像只記得這兩個項目 然後我忘記了 好了 現在呢 吃完那個前菜 就來了這個重頭戲 就是我剛才剝的那隻蝦 是蟹 啊 是蟹 嘩 嘩 嘩 這裡呢 那些肌肉的紋理 看得很清楚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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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味 這個 因為蟹腳太大 之後呢 吃到它的肌肉的質質 不知道我的肌肉都煮了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是 是 剛才浸泡了 他說呢 原來呢 將這個蟹肉 切完之後 就馬上放入冰水 那裏 那裏 讓它收縮一點 讓它的肉質 就更加實滴滴 泡了 哈哈哈 我覺得人生最幸福的東西就是 有人幫你擦蟹 我決定我明年人生的其中一個 就是 我要找到很多同學去擦蟹 吃蟹 一個殘廢餐的蟹 是多麼何其幸福的一個標誌 的一個成就 你會不會擦給你老婆吃的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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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好 好東西才這樣 不過其實反過來 我會不會擦蟹給別人吃呢 是會的 有點心虛 我平時呢 我真的很少吃蟹膏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油膩 不過這個我真的忍不住 是嗎 濃濃的蟹膏 配上這個淡淡的蟹肉 嘩 這樣更好吃 因為蟹膏已經很有味 你呢 配一些蟹肉下去 整個鮮肉都錯了 我剛才本來打算分給王鴨姐吃 那我現在這樣拌完之後呢 我確定自己吃完 王鴨姐其實很長 是一個悲劇人 哈哈哈 清酒煮蟹膏 煮食真的一門很高深的藝術 不同的食材 配搭 有千變萬塊的口味 這就是我這麼喜歡煮食的原因 不要反白眼 我看到大家全部在這裡 哇 你倒進去茶杯裡面 就是當酒這樣喝 酒不醉人 人自醉 今晚吃完 我笨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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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松葉蟹 剛才我們吃了Sashimi 那也都吃了炭燒松葉蟹 到最後一個吃法 就是把它下來做Shabu Shabu 它說一變橙色就能吃到 對呀 這個我切的 這個 切掉那個味道 讓它容易滲出來 這是一個技巧 哦 然後再拖一拖 Sh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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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哇 我真的很喜歡松葉蟹的質感 這肉真的很有咬勁 江山真的如此多酚 又有溫泉震 又有這麼美的松葉蟹 還有這個壞石料理也吃 我覺得我多留一個星期就不夠了 喂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 不要拍 我飽了 吃完了我決定做一件事 自己猜一下是什麼 都沒說進來還是進來的 她是誰來的 她是沒有穿衣服 我昨晚在看電視劇 說有個女人 她因為她的兒子夭折了 於是她就拿一個假的公仔 去當是她的兒子 來位置自己的心靈 這個恐怖片的故事 後來會變得怎麼樣 就是那個公仔 最後變成了一個 真的人 剛才導演叫我披件外套出去走走 我說不用 因為其實我根本不想走出去 要看的話 自編 快點去你去看吧 快點快點 快點 你自己一個橫回180度去看 Bye